如果要切一個以上的話 這個時候關鍵點就是在那個INFREE裡面的START 就是說你要從哪一個字算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一個程序 複製之後貼過來 那實際上你們將來可以兩個比較一下 到底有哪些差別 第一個這一行一定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這個地方我多了兩個東西 我多了一下ISTART1 ISTART2 也就是說呢我將來要找的位置 就因為我要找F1跟F2有兩個 所以我給他兩個變數 那都是預設值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也是從頭找就對了 那將來的話 這個地方 會怎麼樣呢 當他找到了 他就會怎麼樣 F1加1 也就第一次 他一定是從第一個字找 之後的話呢 會從找到的位置再加1 找到位置再加1 去往下找 OK大概會有這個比較大的變化 好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話 記得會用什麼 Do why 這個東西 不過對各位來說應該是比較陌生 但是也不用擔心 他的意思是Do 做什麼 做下面的事情 Why 是當什麼狀況下發生 然後會有個loop 是回頭繼續做 好 那這個地方就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當這個為處 這個敘述意思是說 當 我 找到了 裡面有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那特別注意 關鍵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的敘述 不等於0 有沒有 就是說呢 當1,2,3 往下找 的時候 找哪一個 找 這個裡面的東西 找什麼東西 找這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呢 如果有被找到的話 那不等於0 意思是說 有找到 因為等於0是沒找到 如果說 他沒有找到 他就 告訴你 0 但是如果有找到的話 一定 不等於0 OK 好 那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勢必就是可以去抓他的 第1個位置跟第2個位置 然後做什麼 這個地方 這兩個一樣 這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呢 我可能會有一個以上 所以需要怎麼樣 你不能說 找到了就丟出去 不是 我找到了 我就先放在哪裡 放在S裡面 那前面還有講過嘛 串接自串 有沒有 如何串接自串 我忘記的話請回頭看一下那個 應該是數學函數的那個章節吧 那那邊的話就是 S等於 Send 去把那個東西 切出來之後 那因為我 找到切到那個 第1個 超連結之後 那下一個 我必須換航 所以換航 後面再加一個 and chr 10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有沒有 換航 然後一直找 找到了 切 接在一起 換航 接在一起換航 接在一起換航 OK 好 那可能如果找到兩個 那就兩次 三個就三次 直到呢 沒有為止 所以呢 他就一直跑 跑回來 找找看 沒有了 那就離開 最後把這個S 丟到 B欄就好了 程式就結束了 應該可以懂 我的那個邏輯吧 其實我這個邏輯已經寫得非常的簡單了 應該沒有別的東西了 也不會多其他東西 好 那 其實如果不一樣的人寫 寫出來結果也不一樣 我是盡量能省則省 幾乎就是這麼幾行就可以 搞 搞定 一切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所以 這個跑出來 那這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們在 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第2個就是 兩個了吧 所以Ctrl-Shift 把這個刪掉一下 來 不過你們在跑的時候注意一下 C1跟D1 因為 之前有同學 C1跟D1 裡面沒有東西 然後他就一跑 一跑之後就無窮回圈 就當掉了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最好 如果你在用DoFile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最好是用 中斷點 因為 這個地方如果說 你不小心 後面的邏輯 沒有處理好的話 就會無窮回圈 無窮回圈呢 就卡住了 就整個 當掉了 也包含可能你的城市 即便你已經寫好了 也會需要重寫 所以這個還蠻大風險的 OK 所以之前好像有一個地方 邏輯沒搞 就是這個地方 兩個沒放 一跑 當掉了 就已經寫好了 就已經 千辛萬苦 終於寫完了 結果眼睜睜的就看他整個當掉了 完全沒辦法救 怎麼辦呢 只好再來一次 其實在早期可能不只再來一次啦 可能我來 做這個有時候 重複寫十次都有可能的 寫到已經 眼睛閉起來都會寫了 那當然 這個是每一個人境界啊 不一樣啊 不見得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的 如果我想說 有些東西 如果你 願意的話 你可以多花一點 如果你覺得 到此為止 夠了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第一個一定是跑一次 所以 我們先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示意圖會比較清楚 比較具體一些些啦 不然的話 有時候 城市就是 最怕就是 完全太抽象 你們根本不知道 在做什麼 結果就跑出來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i star 這兩個一定都是從1嘛 好 因為 他現在有沒有找到 這個in3裡面 找到145對不對 那所以 不等於0嘛 所以一定會進到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找 f1 f1就是 145 209 OK 那就把它切出來 然後呢 放在s裡面 暫存 所以這個東西先放在這邊 然後再加1 加1對不對 loop 意思是跳回去 再找找看 那因為變動 i star的位置了 變成146了 145 跳146了 所以他不會往下找 不會找到一樣的東西 好 那會不會再找到 沒有了 因為他現在等於 找到是等於0了 就表示說146以後往下找 沒有東西 就怎麼樣 跳離了 有沒有 OK 這個邏輯 如果你搞懂 其實 以後只要你遇到 Do why 你也不用擔心 反正就這麼一回事 像 未來當然還有機會用到工作簿的 或者檔案處理的話 那個就也沒有辦法用那個 Fornets回圈 只能用Do why 回圈 如果你這個時候先了解的話 後面再來處理工作簿的 或者檔案的那些 P字處理就會簡單許多 來 那輸出了 對不對 OK S就丟出 那再來的話 NAS 那因為又歸零了 所以他又從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開始 有沒有 他又回來了 又歸零了 然後呢 第1次 抓到了 那向第2個超連結是2個 所以他又再來一次 還有沒有呢 這個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是第2個 也是 只有1個 不過 他是 他是投在這裡 也是跑2次 這個可能是已經跑兩次了 1加2 就是你第3個又不會變成有3個字串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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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不是不是不是 他會自己去判斷 就是判斷說那個 幾個字串 他就會串在後面 那這個就是有 對對對 這個有個 有個bug 那我勢必要把 S給清空了 在 先丟給他之後的話 這個S裡面東西 要把它清空 如果你不清空的話 那他裡面就會一直有保留 前面的東西了 對他越串接 所以 也就是說 如果我已經有找到 那 我就先把東西丟給 B 然後再把裡面東西清空 不然的話 這個S裡面的東西會一直不斷累加累加累加 OK 所以這邊 多了一個 多找到一個bug 好 那這裡 那再來看一下 所以 大概就這樣 就是 看一下這邊可能 有人會有的 因為他這個頭 一個尾 這也是一個 所以裡面這個也是一個頭一個尾 一個 這個 大概第七個 這個 我要跑第七個 才會是 再往下走 OK 大概就是 讓他 這樣的話 一個 一個 兩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再來應該 第七個 第六個 第六個 這個 再一個 再來就是 OK 接下來就是 第七的 然後 輸出 清除 然後取得 第1次有了 然後第2次 再 再進來 因為第7 有兩個以上 所以 他又會進到裡面 然後找到以下的 所以接下來就一直往下找 並且幫我把東西 串接在一起 然後再來往下 OK 再來就是 也是在輸出啦 最後再把它清除 所以特別注意 要多寫這個東西 我在雲端上面掃了這一行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要把那個 最後的那個 輸出的時候 輸出完之後 記得再把它清空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裡面的變數值就會 是空白的 應該這樣夠清楚了 上面跟下面的差異 其實上面如果你OK之後 下面的部分 可以當成參考 也許一下子你可以 不一定 急著馬上要了解 好 好 那另外就是提到 就是回圈 在VBA裡面的種類 就是for回圈 跟do while回圈 那do while回圈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 判斷在這裡 另外一種是 do 然後把fire搬到哪裡 搬到下面來 在loop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拿到後面 意思就是說 先做了 再判斷 一個是先判斷再做 OK 那個什麼 先什麼後什麼 像之前我有個同學 他教做 他說 他做 給小朋友一個 先什麼後什麼的造句 然後就有一個小朋友舉手說 老師我 我知道 請判斷 他說 我爸爸跟我講說 你怎麼來的 先上車後補票 然後 後來另外一個同學 比較震驚他說 老師我知道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感覺很沉重 OK 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這種小朋友 然後後來就有另外一個小朋友 舉手說 老師我知道 先總統講功 後來死掉了 這是 這個笑話 那意思就是邏輯判斷 先什麼 後什麼 先跟後的順序 那當然我講過 如果說你想要 給自己一個方向 想要去測驗一下 自己的能力 方向 提供給各位一個參考 其實叫做 秉級軟體設計 秉級 那當然那個那個考試 難度其實 雖然是秉級啦 不過通過人次 恐怕也沒那麼多 那當然他難不難呢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你懂的技巧的話 應該是不是算太難 他叫軟體設計 那你們將來可以Google一下 Google之後的話 在第2個其實就有 第1個跟第2個其實都蠻值得參考的 尤其是第2個 第2個是什麼 5老師教學部落格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 裡面其實還蠻容易的啦 反正我是非常簡單跟你講 第1站跟第2站 也就是你第1站通過才可以考第2站 然後呢 然後呢他是5抽3 就是 這5題裡面 抽3題 然後考 就是從那個 剛剛講的那3種 迴圈方式 抽1種 你考過 才可以下 第2站 不過通常 一半以上的人都不見了 到第2站 剩下幾隻小貓 不過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第2站 才是那個 3抽1 就這些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更多 應該好像這裡面都有那個 一些教學吧 我之前也有放一些東西 在這邊好像也有放 比如說上課的內容 第1個 這個應該都可以看到 點進去就可以 可以看到上課了 因為 這個東西之前在 別的 別的學校有教過了 所以我想說 與其放在我的硬碟 倒不如放在雲端上面 給大家參考 所以 應該有蠻完整的那個上課的那個 影片錄影吧 如果有問題 我不確定啦 因為我這邊點擊應該是OK的 那 你們可以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至少如果你考過了 就多了一張證照 那張證照 就是大小跟身份證證 蠻像的 上面的話會有一個 就是老委會的 什麼第幾字號 那個我想應該還算是還蠻 正式的一個東西的 也就是你要舞弊 應該也不太容易的 OK 所以基本上第3單位公證 過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 應該 順應 十四潮流 一般還有講到就是有一個同學 你要做哪一個做哪一個 就自動去放在那個位置 但是 最後呢 他漏了一個東西 他做不出來 就是那個框線 框線 框線部分的話 他就卡住了 所以等一下 請各位 把這個範例下載下來 看一下 那他這個同學是 已經 我有問他 我說這個 你的BBA程式 能不能拿給大家參考 那他是 很大方 他說 他 提問題 他就已經 希望說 可以給大家 參考這個東西 所以請各位 把這個檔案 打開來 那基本上 他裡面做什麼 他就是把 例如說假設 他有這些 這些人 然後有那個 什麼姓名 然後親友 所以都姓王 可能就王家的 然後有同事 然後幾個人 然後帶幾個 那就像有點宴會 總共他們 他們有 70個 71個朋友 然後呢 要怎麼樣快速安排 會是最簡便的 以前可能 他這邊他有一個相關的說明 我覺得這還蠻棒的 然後要怎麼樣帶桌 他這個理由是說呢 他可以 他們可以減少 因為這種事 每天都要做 所以他可以執行之後 大量減少 然後 OK 尾牙也可以使用 只要是 排桌的都可以使用 好 那他做完之後 他就可以按下一個 這個有一個 arrange這個 按下去 OK 中斷模式是 是不是這邊還有中斷 好 再跑一下 OK 馬上跑完了 不過是不是一桌 因為我看不太懂 他這個是 一桌是 七個 是這樣 這樣一桌的 對不對 一桌 兩桌 三桌 四桌 五桌 六桌 七桌 OK 就把它塞進去了 以後代位的話 就看著他的名字 好 然後呢 就跟他講 那黃色的話呢 他是說 這個是小朋友 這小朋友 這樣很方便 只是說他還可以做得更漂亮一些些 也許是做一個圖有沒有 那個圖就是 最好就是 一個圓盤 然後剛好就模擬那個桌子 然後就誰做 就更棒的話 是不是有 有那個 人像 如果有照片更好 不要再想太多了 OK 那他是簡單做出來 我們知道 比如說這樣一桌 這樣一桌 但是他最後 他做不出來一點 就是說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 框線 因為 他這樣要列印出去 一直列印出去 可以 紙張 馬上有一個 但是他問題是 這個時候如果你列印出去的話 他是沒有框線的 那OK 那框線怎麼辦 其實理論上 框線 要來理解 其實我翻了很多 VBA書籍 講到框線 講清楚的好像沒有很多 那其實框線並不困難 框線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物件 叫做 Bolders 加S Bolders Bolders 那這個Bolders 裡面的話 按右鍵 就是 儲存 更正一下 應該是 常用裡面的 這邊 有一個其他框線 你可以從這邊 去理解 那實際上 他的Bolder的屬性 就這邊都有 包含就是 他的什麼呢 字的 是 虛線 還是實線 第一個 虛線還是實線 所以你第一個最簡單就是 直接加外框線 加哪一種框線呢 加最簡單的細框線好了 加這個 細框線 確定 他就會怎麼樣 幫你套用一個 細框線 OK最簡單的嘛 第二個是 你需要什麼 再進階 再進階的話 可能第二個階段是需要什麼 給個顏色吧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紅色的 外框內框 確定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的話呢 一樣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 其他框線 可能就是再加一個 粗框線吧 就是這個 線條的粗細 然後外框內框 確定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理解 第一個 如何使用bo的物件 幫我加 實線 第二個 加 顏色 第三個 改粗細 三個階段 其實會很困難嗎 其實不會 當然如果你完全沒有方向的話 我講過 你可以從開發人員裡面 去用什麼 用那個 錄製具體 不過你會發現 剛剛的動作錄製下來的話 那個 程式會一大堆 那你可能會不知道 該從何著手 不過也不用太擔心 但至少有一個方向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如何完成剛剛講的那三件事情 好的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 我覺得 中文字幕——YK